人贩子的女儿想抢走我爸妈 我反手把她一家人送进了监狱 但弹幕说她是女主 我必死无疑 我懂了 车祸和精神失常 才是这女主的唯一归宿 求求大家关注 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哦 正文现在开始 被亲生爸妈找回去的第二个月 我在他们养女凌落月的房间里 看见了一把长命锁 上面刻着一个字 宅 我记得 在拐走我那对人贩子儿子的脖子上 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脑海里 陆陆续续想起人贩子的对话 要不还是把这死丫头骗子给卖了吧 以后他爸妈找过来 咱们屁股也干净 也对 没人买的话 就直接去河里处理掉 男人贩子的确姓宅 这样小众的姓氏和花纹独特的金锁 怎么可能是巧合 莫名的 我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测 有没有可能 是人贩子将自己的孩子林洛月和我调换 我不想放过这个可能性 拿着金锁就想去公安局报案 这时房门开了 林洛月和我四目相对 疑惑到 姐姐 你为什么在我的房间里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她昨天借走了我的书一直没还 今天她又不在家 我才进来的 只是没想到 会发现这种真相 抓着金锁 我刚要质问 忽然 看到了她头顶飘过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女配林小真是歹毒啊 天天打骂女主就算了 这会儿还想拿着所谓证据去报警 一个金锁能成为证据吗 再说了 当年不是她自己乱跑丢的 傻子一样 天天欺负你妹妹 就算是报了警又怎样 你爸妈偏心 肯定是站在可怜的女主这边 谁都不会买账的 就是因为女配无理取闹 拿着金锁去报警 她守抚爹妈和顾晨 把女主捞出来后 女配不死心地为难女主 就才让他们爸妈对女配忍无可忍 把她赶出家门的 那也是女配自作自受 得了躁郁症就算了 非要说女主爸妈是人贩子 幸好这女配最后死得很惨 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气 小说而已 把嘴都闭上吧 我整个人懵了 她头上的这是 弹幕 没错 我甚至还看到了 呕吐的emoji表情 难道我们的世界 其实只是一部小说 那为什么我会是恶毒女配 我哪里恶毒了 我只是在黑心夫妻的 13年虐待下 患上了轻微的躁郁症 本来自我控制的差不多了 但回家后 不明的越来越严重了 有几次忍不住 对着林洛月和爸妈发脾气 但我也在努力控制自己了呀 我怎么就要死得很惨 我按下疑惑的同时 也按捺下了报警的心 如果林洛月 真的是人贩子的女儿 那我要复仇 至少在林洛月一家人惨死之前 我绝不会死 想了想 我笑了起来 将手里的金锁放在桌上 不好意思 我是进来找书的 你忘记还给我了 对了 你这个金锁还挺好看的 在哪里买的 我也去买一个 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 又微微一笑 我送你好不好 我点头 好呀 这时 她头顶的弹幕密密麻麻 女配怎么突然长脑子了 按照她的性格 不该一通指责怒骂 然后报警的吗 是不是她那时候太小了 根本不记得这个金锁了 你们看她收了金锁 显然就是贼心不死 肯定是在憋大招 我的确是在憋大招 现在开始 不到胜券在握的时候 我不会再打草惊蛇 对了 姐姐 顾晨在家里玩了 还说一会带我去看她的新跑车 要不要一起 你出来乍到 也怪孤单的 顾晨 她的青梅竹马 之前也见过几次 在我被爸妈找回来的第二天 她主动提出带我出去玩 顾晨对我这个新来的朋友 是嗤之以鼻 不是嘲讽我又穷又丑 没见过世面 就是处处打击我的尊严和人格 甚至还用我悲惨的过去开玩笑 一开始我努力让自己平和 可随着和她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可怜的自尊隧道沾不起来 所以我变得更加自卑 越来越孤僻易怒 现在想想 我回家后为什么发病次数变多 让爸妈觉得我怪一小气 不就是林若月一次次诱导激怒 而我在过去十几年的虐待中变得怯弱 即便小心翼翼察言观色 可没有勇气跟对我来说 我完全陌生的爸妈辩解 借别人的嘴巴戳我的伤疤 顺带降低爸妈对我的好感度 还能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林若月她可真是好手段 但读者们显然不这么认为 女主心里也太善良了吧 也不想想女佩起她甩了多少脸色了 还给她介绍富二代朋友 这白眼狼根本就喂不熟的 不过这顾晨痴情又可怜 本来只是想替天行道 帮女主把女佩扫地出门 谁能想到 后来飙二手车出了车祸 临终前还把故事所有的股份 转移到女主名下 她真的让我哭死 我记得这一章里面 女佩嫉妒顾晨和女主 要大打出手的对吧 后来女佩爸妈对自己这个亲生女儿 好像就不那么愧疚了 剧头挡滚蛋 大打出手 我还真想那么做一次 笑了笑 我答应了 好呀 出门的时候 爸妈嘱咐我们早点回家 这几天医生打电话过来 说小小的病又严重一些 洛月你可得好好照顾姐姐呀 林洛月很是认真的点头 放心吧爸妈 我也是担心姐姐 才会给她介绍朋友 浑身高定的固承戴着墨镜 看到我时 她眉头紧皱 满脸不耐烦 月月 你怎么又把你这晦气姐姐给带出来了 就算是穿着你爸妈给她买的名牌衣服 浑身上下还是冒着穷酸味 你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那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排挤 狠狠地践踏着我的尊严 而善良大度的林洛月 也趁机开始了她的表演秀 阿晨 你别这么说我姐姐啊 她很不容易的 以前在农村长大 不像我们过得这样惬意 我们赶快走吧 让我们看看你的新车怎么样 话虽这么说着 可她那稀奇的眼神 分明就是在期盼着我发疯 而她头上的弹幕也激动起来 快动手啊 恶毒女配 你爹妈就在阳台上看着呢 只要你一动手 他们肯定会讨厌你 过不了多久 就给你扫地出门了 也好让我们都亲近亲近 顾晨就是我的嘴涕呀 女配这么嚣张小气 就该好好收拾收拾 说什么躁愈症 那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吗 也亏得女主脾气好 我要是女配爸妈 我也受不了整天养个疯子 也怕是亲生的也受不了 只要你配今天打女主和顾晨 顾晨就会活活把她玩死 我可太期待了 是 我不该伤害别人 我伤害自己总行了吧 我眼睛一红 大声哭了起来 顾晨 我的确穷酸 可你也不能随意 抹出我生命的意义吧 我以前在农村被人虐待 我将衣袖掀了起来 我共斑猙獰的伤疤横生 可我已经很努力地活下去了 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让我去死 说完 我猛打自己一个耳光 疯狂朝着十几米外的墙面撞去 你和妹妹既然都觉得 我活着是爸妈的累赘 那我不活不就好了 如我所料 保镖及时把我拦住 爸妈也赶了下来 我妈心疼地看着我脸上的巴掌印 把我搂在怀里 小小怎么了 这是 我哽咽着 爸妈 你们是不是嫌我生病了累赘 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反正我以前挨了那么多打 早就习惯痛苦了 哪怕你们不愿意认我 我也不会怪你们的 我爸眼里不忍 谁告诉你的 爸爸妈妈找了你那么久 怎么会不愿意认你呢 我妈扫视着我手臂上的伤痕 哭了出来 孩子 爸妈竟然不知道 你以前受了这么多苦 怪不得你得了那样的病 但你放心 爸妈一定不会放弃你的 也一定要让虐待你的人付出代价 我从来没给爸妈看过我的伤疤 因为以前 在黑心夫妇的监视下 我养成了遮住伤痕的习惯 否则就会挨上一顿毒打 一方面我怕爸妈担心 另一方面 我认为新家是幸福又安全的 没必要自己先开伤口 可现在我想清楚了 要让林洛月一家人得到报应 我必须得到亲生父母的帮助 首先就要拉近和他们的关系 至少要比林洛月更亲密 愧疚就是很不错的年和计 爸妈 谢谢你们 说完 我看向旁边的林洛月和顾晨 但我没想到的是 弹幕的风声也发生了变化 啊 不是说女配是自己探完跑走 然后被女主爸妈给找了个好去处的吗 怎么会被打成这样 看样子伤得不轻 童年还是有点悲催的 啊 那我就可以理解 女配为什么针对女主了 虽然说也不是女主想抢她身份 但毕竟女配遭了那么多的罪 难为顾晨今天还做了那么多准备 这下是一点也用不上了 逼她发病的甜点 在后备箱都得发臭了 怪不得我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了 原本只是想对着顾晨林洛月发疯的我 眼睛一亮 又蓄满了泪水 爸妈 我知道自己情绪不稳定 这段时间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但我也不想的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吃了顾晨分给妹妹的甜点 我就觉得很烦躁 我也不是故意想犯病的 我爸沈氏的眼神 从顾晨身上扫过 他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什么甜点 你在乱说什么 我指着后备箱 就是那里面的樱桃蛋糕啊 那面上次给我吃了过后 我就觉得心烦意乱 我爸沉着声音 把你的后备箱打开 我看看蛋糕 顾晨硬着头皮说道 叔叔 你好像没有资格 我妈也皱着眉 顾晨 叔叔阿姨看见你长大的 你们家的生意 我们也一直放在心上 但小小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为了她的健康 我们必须得检查一下 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拿家族生意威胁 顾晨也不敢不照办 从后备箱里拿出甜点 我爸送去了家庭医生那里化验 十分钟就出了结果 先生 里面的确有让人暴躁的精神药物 虽然量少 但对于大小姐这样 本身就有疾病的人而言 会诱导发病的 我爸眼睛一狠 声音寒冷 顾晨 你这是什么意思 逼着我女儿发病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这些年对你不薄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恶毒的事情 顾晨红着脸 这 这是误会 我爸妈又不是傻子 证据确凿还能有什么误会 顾晨 我们对你太失望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 更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顾晨微微张嘴 尴尬地说不出一句话 但林若月头顶的弹幕炸开了花 啊 她原来一直都知道蛋糕有问题啊 心机也太重了 若若说一句 其实 顾晨就算是为了心爱的女主 想把她扫地出门 也不该利用她的病情 女配虽然不讲理讨人厌 但也没实质性伤害过女主的身体 爸妈牵着我的手离开了 不是说 就算我把林若月送进监狱了 顾晨和爸妈也会把她捞出来的吗 只要爸妈站在我这边 顾家失去全世 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了 爸妈安慰了我好久 还带我去了一次精神医院 医生服了服眼镜 露出轻松的表情 这次病人很配合 我们的检查精准度应该高上不少 原来她心理创伤还在 好在她主观意识上愿意改变 只要坚持下去 哪怕只有5%痊愈的可能 也会成真的 爸妈激动的和医生道谢 又带着我回家 开门后 林若月满脸愧疚的站在门口 对不起爸妈 对不起姐姐 我也不知道顾晨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毕竟是我把姐姐给带出去的 我忙活了一下午 给你们做了晚饭 希望爸妈和姐姐可以原谅我 她人畜无害的笑容上 是数不清的夸奖弹幕 女主就是大度 女配天天亮欺负她呢 还亲自做饭 维系姐妹感情 我要有这样的妹妹 嘴都笑歪了 她怎么就这么不知足啊 下周她还会偷藏女主银行卡 让她一周都吃不上一顿饱饭呢 再说一遍 剧透挡滚 我看向桌上的饭菜 其他没什么问题 唯独是那道红烧扇鱼 我恶心的快要吐了出来 当年我被林若月的爸妈拐走 也不是没想过逃跑 他们打我 呃我 终归还是怕闹出事情 于是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我被人贩子宅强夫妇绑在床上 他们儿子宅闯捏着一条蛇 掰开我的嘴巴 硬生生将舌头塞了进来 腥臭粘稠的叶皮 瞬间堵满了我的呼吸道 舌尾不停地在我脸上扫荡 我吓得差点失禁 浑身僵硬 他们的威胁声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再赶跑 下一次就把你扔到舌堆里头 记住 以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我们 不然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都有办法弄死你 那之后 我不敢提起他们 一直到现在 我已经16岁了 依旧无法直面那段记忆 在看到善于这种和蛇 极其相似的动物时 我的腿还是难免打战 胃酸都被反了上来 我死命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咽下喉咙里的义务 强力抑制住 想要尖叫 打人的冲动 万幸 我成功了 最终理智战胜了身体 情绪稳定了不少 缓缓坐到餐桌面前 我白着脸笑了笑 谢谢妹妹 谢谢你装出这样懂事体贴的模样 其实只是想让我阴机发病 她加了一块扇鱼给我 满脸友善 姐姐尝下我手艺好不好 看到那小段的肉 带着黑灰相间的花纹 我手指微微轻颤 忍着恶心和惧怕吃了下去 林若月眼底疑惑一闪而过 突然 我嘴角滴出了鲜血 爸妈慌张地看着我 小小 你怎么了 我露出坚韧又委屈的眼神 没事爸妈 是我自己的问题 妹妹做饭很好吃 我妈紧张地快要哭出来 小小 爸妈带你去医院 做个全面检查 我摆了摆手 爸妈 其实我不想扫兴的 但是 我真的不能吃扇鱼 那之后我留下了阴影 我不敢对任何人提起 现在能回到你们身边 我已经很满足了 将当年的事情细细说出 爸妈震惊又愤恨 我们一直以为你是自己跑丢了 没想到这世界上 还有这个歹毒的人 小小你放心 你养父母虽然拿着我们给的钱 远走高飞了 你舅舅的人脉 一定能查到去向的 到时候找到他们 我们一定也能顺同摸瓜 找到当年的人贩子 这些天打雷劈的坏人 一定会遭报应的 支持我 抬眼 我瞥向林若月 她眼底的失望和阴冷 还没来得及收拾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不知道你有阴影 不知道 我没记错的话 她也不喜欢吃扇鱼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做扇鱼了 还带着兴奋得意的眼神 故意给我加扇鱼 她不可能不知道的 而且 她和宅强夫妇 是不是并没有断了联系 否则她怎么会知道 我对蛇 扇鱼一类的东西 有阴影呢 沉思之际 她头上的弹幕 又闹腾起来 女配小时候 真经历过这种恐怖的事情吗 那别说是得躁郁症了 就是疯了也说得通 人贩子真是应该千道万寡呀 谁知道呢 万一是她瞎边乱造呢 反正我可不会共情一个 伤害无辜女主的女配 她肯定是被人贩子带走了 她刚刚描述很真实 我以前去山区 学校离得有些远 为了方便和低调 我俩都是寄宿 但周一还是先去教室 过去好多年 我都没上过学 学起来十分迟力 这次月考 我当然是倒数第一名 下课后 不少同学对着我冷嘲热讽 这里是重高 也不是什么贵族学校 一个班的平均分 那是很有可能影响领导 对班级的态度 影响我们班 获得更多的保送名额的 家里有钱就了不起呀 空降过来 还不是害人害己 我们可不想要你这样的同学 简直就是耻辱 他们嘴里说 听说我是首富家的亲生女儿 还自发地给我补课 约我周末一起出去玩 可是后来 是高三的故城 在同学们面前贬低我 说我是爸妈的累赘 不被爸妈喜欢 那些同学们也都离我远去 也是林洛月的一次次关怀 当了好多同学的面 以担心我遭遇发病为由 活活把我给塑造成了个精神病 自然而然 我就没有了任何朋友 大家都对我避之不及 仔细看看 现在出言嘲讽我的 不正是平时和林洛月 走得近的小跟班吗 他们没什么价值 唯有见风使舵 炉火纯青 我也不想惯着 我来这所学校 是校长自愿让我入学的 我的成绩也不会纳入班级的平均分 你们要是不服气 就去找校长啊 在我面前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想让我发疯吗 再说了 我们这是普通班 上头还顶着重点班和实验班 就算是没我 你们谁能拿到保送名额 真是皇帝不及太见即 一个小跟班瞬间怒了 同学谁猜得到你哪天发病咬人呢 这种事情谁说得准 闹得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他一声尖叫 白着脸痛哭出声 因为我真的一口咬在了他的胳膊 极其用力 他疯狂甩了好几下 我硬是一动没动 牙根都有些麻木了 等他疼得快要晕过去 我才松口 挑眉盯着他 好了 我今天发病咬人了 你们以后都别猜了 也不用惶恐了 他捂着手 血液透过薄外套往外渗透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我要去告老师 知道还不离我远点 上来挑衅故意激怒我 就是告去警察局 滚出学校的也该是你 他不服气 可偏偏没办法 只能在几个同学的搀扶下 自己去医务室包扎 我扫视着其余的刺头 你们实在不放心 可以去看我的病例单 在没有人激怒我的情况下 我不会发病 我只想安安静静学习 请你们以后别再惹是生费 否则 下次我咬的可就不是手了 我目光寒厉 声音清冷 是喉咙 教室的气氛异常压抑 大家纷纷低下头看书 不敢再说话 想起大怒的话 我这一周除了学习 也没少检查自己的东西 看着林洛月的脸 一天更比一天白 经常一个人偷偷在宿舍里啃馒头 我也有些疑惑 我没藏他银行卡呀 怎么还是没钱吃饭 突然 我脑子里有个大胆的猜测 周六早上回家的时候 林洛月坐在车里 看起来严重贫血的一张脸 朝着我微笑 姐姐 虽然你还是倒数第一 但只要努力 没什么是不能弥补的 说完 他还张开怀抱 我毫不犹豫抱紧了他 妹妹 谢谢你的安慰 回到家里 我刚从二楼下来 爸妈看到他死人一样的脸 有些心疼 月月 你这周是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不怪爸妈 他咬着唇 那可怜又懂事的眼神 让我都觉得心疼 没什么 爸妈要带他去医院 他执拗的不肯 爸妈更是疑惑 问起了我 你知道你妹妹这周是怎么了吗 我坦言道 他这周都没怎么吃饭 一直在宿舍啃馒头 可能贫血了吧 爸妈神色凝重 我们不是给了你们卡吗 为什么不去吃饭 他接着爸爸 丢丢了 爸妈更是心疼 你怎么不知道打电话回来 跟爸爸妈妈说 再说了 你一直都是很细致的 从没丢过东西啊 他闭口不言 还时不时的用眼神扫我两眼 爸妈也顺着他的眼神 看向了我 场面有些怪异 我开口打破了这一寂静 妹妹 你是不是乱花钱了 你老是告诉爸妈吧 他们不会怪你的 爸妈面色也变了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洛月红着眼睛哭了出来 爸妈真的是丢了 爸妈叫真起来 怎么丢的 最后一次在哪里看到 耐卡又没有密码 虽然只有十几万 但数额也够亮了 我们去报警止损 林洛月拉着爸妈的手 摇着头 不 不要 爸妈 我告诉你们真相 你可千万不要怪姐姐 这周一从家里出发 我下车的时候 就发现卡不见了 其中 也就只和姐姐一个人接触过 我想 姐姐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需要钱 你们别怪她 爸妈看向我是单纯的询问 我也红起了眼眶 爸妈 我真的没有 我也不知道妹妹怎么会这么冤枉我 林洛月擦了擦眼泪 爸妈 姐姐说她没拿那肯定是没拿 也许是我记错了 说完 她翻了翻白眼 一副要晕过去的样子 爸妈沉默了一会儿 小小 我们是你的父母 照顾你们是我们的职责 在此之前 我希望你能保持情绪稳定 明白我们是为了查清真相 他们说话很小心 我根本不可能生气 好 爸妈 你们做什么 我都支持 他们去了二楼 各自进了我和林洛月的房间 十分钟后 爸妈阴沉着脸 走到我们面前 我爸手上拿了一张卡 和一条精致漂亮的项链 林洛月将眼里的得意和阴冷 换成了委屈于懂事 姐姐 我真没想跟爸妈告状的 但是我确实是恶坏了 你知道的 我总不能改变体貌特征吧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只要你知错就改 爸妈还是会原谅你的 就在他信心十足 以为我必定受罚的眼神中 我爸那裹挟着愤怒和失望的声音 突然想起了 林洛月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他愣着回头 我爸已经将卡甩在了茶几上 你的卡明明就在你床头柜里 这项链是前几天才出来的像样款吧 刚好 把卡刷了一分不剩 你要是喜欢首饰 就告诉我们 我们从来不曾在这方面压榨过你 你为什么要偷偷买 还说是你姐姐偷了你的卡 林洛月微微张嘴 惊讶到发不出声 真以为我不知道 他在车上那个拥抱 就是为了栽赃吗 他能塞我书包里 我就不能塞他床头柜里 我 我没有 爸妈 你们误会我了 我真的没有 我妈也抱着闭 冷眼看他 那你解释 为什么会在你的床头柜里 他思考了好久 猛然抬头看我 是姐姐 是他放在那里的 他明明就偷了我的卡 你们知道的 我这么节约 不会 不会乱买东西的 我委屈地回答 爸妈 我也没有 这样吧 既然妹妹不承认 这项链也是品牌货 柜台小姐对购买人员 肯定还有影响的 不如你们去问一下 别 林洛月惊慌的出口 爸妈的脸都快沉到地上去了 林洛月 你怎么能嫁活你姐姐呢 你让我们太失望了 林洛月低着头 泪水滴答滴答掉 满脸通红 却不能争辩 最后 爸妈长叹一声 你姐姐虽然回来了 但我们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你们都是爸妈疼爱的女儿 月月 你以前多懂事啊 千万不要走错了路 我们的心愿 就是将你们抚养成人 做健康正直的人 你好好想想吧 爸妈摇着头 叹着气走了 我看向林洛月 漆黑的头顶上 弹幕热度空前绝后 我靠 这就是你们说的可怜女主 这明明就是绿茶呀 说实话 女配回来过后 虽然脾气不好 但人家都是面对面硬刚 不比女主这种城府深沉 搞污蔑陷害来的坦荡啊 说实话 我现在不喜欢女主了 越看越觉得离谱了 人家都是被动防卫 她怎么还主动出击呢 剧透党你给我骗得好惨啊 出来认罪 我认罪 可我记得 之前真的是女配主动偷卡的 想整治女主 我也不知道 女主咋这么想不通 主动嫁祸 各位小主息怒 虽然 我觉得自己也不太可能 会做出偷卡的事情 但也不排除 我被林洛岳和顾晨 霍霍到精神市场的可能 幸好我有高次元弹幕的帮忙 不然 还真让林洛岳得逞了 此刻 随着爸妈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她突然抬头 愿毒的眼睛死死将我盯住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我笑着点头 你这种小儿科的手段 还是收起来吧 不管你在家里待了多久 山姬也不会变凤凰的 何况你是不古鸟 是你阴险歹毒的爸妈 送到我家的不古鸟 她咬着牙 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意 林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淡淡道 好啊 拭目以待 她转身离开 头上的弹幕都变成了红色 我靠 当初女配丢了 哦不对 被人贩子拐走了 原来她是知道的呀 她不是偶然出现在女配父母身边 因为可怜被他们收养的吗 到头来 真是她毁了女配的一切 太恶心了 她怎么还好意思陷害女配的呀 她本来就不该享受这样的生活 也是她爸妈害的女配留下阴影 她才应该从林家滚出去 剧透党 你们给我一个解释 我是剧透党 各位小主别生气呀 我也不知道剧情怎么变了这么多 但我记得买下女配的那对黑心夫妻 好像是去了江城 只要女配爸妈找到他们一问 就能真相大白了 那天晚上 我偶然撞见林洛月 在我的房间里翻翻找找 看到我又鬼鬼祟祟的跑了 我捂着口袋里的金锁 嘴角勾起笑容 找这个吗 怎么可能找到呢 这不是她当初送我 想让我拿去报警的吗 现在知道着急了 我敲响了爸妈的房门 妈妈开门让我进去 我坐在床檐上 叹了生气 爸妈 你们说那两个人贩子 不会报复我吧 还有我的养父母 我真的好担心啊 妈妈摸着我的发顶 爸妈虽然还没找到他们 但会让人一直保护你的 我抬起头 妈妈 我记得 他们好像有在江城的亲戚 要不就去江城找找吧 爸妈答应下来 就在第二天 爸妈就激动地告诉我 我的养父母刘洪罗芳找到了 警局里 刘洪罗芳在警方的神问下 眼神躲闪 我们 我们怎么可能虐待他呢 我们都是把他当妻女儿养大的 爸妈直接亮出我的伤情检验报告 身上的所有伤痕 都是在他们抚养我期间造成的 他们更慌 那也不能说是我们打的吧 我冷冷看着他们 那请你们告诉警方 我家在A市 怎么会被住在百里之外的你们收养 从小 你们就逼着我下地干活 稍有不如意 就对我打妈虐待 这十几年 我可没吃过一顿饱饭 说完 我解下了自己的外套 当着所有的人面掀开一半上衣 肚子上 有一条深刻的褐色伤痕 从尾部一直蔓延到蓝尾 我爸妈红着眼不敢看 警察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条伤疤 是我三天没吃饭 偷了你家厨房的一个鸡蛋 你们生生用镰刀割出来的 当时你们怕我死掉 送我去了医院 不少村民都看见了 医院的检查报告 应该还能掉得出来 他们脸色发白 想要辩解 我爸妈已经忍不住开口了 你们真是畜生 怎么能那样对我们的女儿 警察同志 最后是证据确凿 两个烂人因为买卖儿童罪 虐待儿童罪 各自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 他们在法庭上哭得稀里哗啦 求着我爸妈放他们一马 爸妈看向我 我的态度十分坚定 当初我跪在你们脚下 求了你们无数次 你们可曾放过我一次 你们罪有应得 余生去监狱赎罪吧 说完 我挑眉看向他们 不过 如果表现良好的话 也许还能给你们减刑 要是能招供出人贩子的信息 减刑几年不成问题 审判长纷纷记录在案 但最后的判决依旧没有减刑 刘洪罗芳绝望地站在原地 歪着头 一副大线僵致的模样 想什么呢 情节那么严重 还想减刑 出了庭 我爸妈拜托警方 去找当年的人贩子 警方对我的遭遇也很同情 当即表示一定会尽全力 回到家之后 林若月第一次没在客厅 听保姆阿姨说起 才知道她哮喘发作 在房间里休息 爸妈去她房间看她 她满脸苍白躺在床上 温声细语地叫着妈妈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请你们原谅我好不好 我也是太害怕了 怕你们有了姐姐就不要我了 她生了病看起来那么可怜 爸妈的心也软了下来 我们只是怕你走错了路 知错就改 爸妈还是心疼你的 她点了点头 虚弱一笑 听说今天姐姐的养父母被判刑了 坏人终于得到了报应 姐姐也感满意了 我一会儿身体肯定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为了向姐姐赔罪 我能不能晚上请姐姐去吃饭 我刚要回答 却看到她头上的弹幕很不对劲 可怜的女配 你赶紧走吧 恶毒女主派了她弟弟过来 你马上就要被玷污了 女主真的是全崩了 怎么能坏成这个德行 让宅闯过来毁掉女配清白 还请了记者去拍照 毁了人家童年不够 还要毁了人的后半辈子 女配别去 你会因为被玷污发病死掉的 我的整颗心没有了温度 但我的笑没有破绽 好啊 妹妹知道错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拒绝你呢 此刻 淡漠是清一色的不要 你去杯萨 她会支开你的保安 在你饭菜里下药的 到时候宅闯过来 把你拖去南洋酒店 你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求你 直接找你爸妈揭穿她吧 别拿自己开玩笑 是啊 宅下两口子从女主手里 泼了多少林家的油水了 我真看不得她们潇洒 见状 我又再次点头 一会我要去一趟医院 晚上七点 你给我发位置 她眼里得逞 飞速闪烁 随即又人畜无害地笑了 嗯 来到医院 我找到我的主治医生 医生 我最近精神状况不太好 有没有那种能提神的药物 最好是药效猛烈一点的 你知道我现在学习压力大 一直为你不振 也不是回事 医生叹了生气 我明白 从你最近的情况看来 遭遇症状减轻了不少 是会有为你不振的时期出现 但这种药 我也不能给你乱开呀 我深吸一口气 医生 你知道的 我的心理创伤很严重 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一次 让我彻底摆脱阴影 半晌 他叹了生气 那也不能给你要笑太猛的 用这个药吧 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轻 但也只能维持一个小时头脑清醒 够了 我感激地看着他 谢谢您 晚上 我按照林洛月给我的地址过去 一家精致的西餐厅里 他已经为我蒸好了红酒 姐姐 希望我们能摒弃前嫌 还做好姐妹 我看着杯中红酒 欣赏着他那欲概迷章的表情 挂着嘲讽笑容 黄鼠狼给击拜年 你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笑得逞强 当然是给你道歉了 不愿意说是吧 我喝了一口红酒 在他兴奋的眼神中 我淡淡道 林洛月 哦不对 翟洛月 你今天约我出来 又是想给我宣示主权 说你才是林家唯一的女儿 可能是觉得自己必操胜券 他得意洋洋起来 当然了 只要过了今天 我就是唯一 我冷眼看着他 你难道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 你爸妈把我拐走 再把你送到我爸妈身边来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害得我这么多年艰辛悲惨 我爸妈对你那么好 你真的忍心伤害他们 他大笑起来 良心不安 能当首富女儿 良心才值几个钱啊 凭什么你生下来是大小姐 我就得是人贩子的女儿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要有手段 我也能是大小姐 你挡了我的路 你就该死 至于你爸妈对我好不好 那关我什么事 是我逼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蠢 当年他们留不住你 以后他们也留不住所有的财产 我的眼皮开始打架 最终在他癫狂的笑容里 我眼前一黑 我感觉自己 被他扶着出了门 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妹子 你确定他晕过去了吗 林若月冰冷的声音响起 嗯 跟你做事快点 记着很快就要过来了 我被一双粗壮的胳膊架住 最后 我被人推倒在软绵绵的床上 感觉有人压着我 想要撕扯我的衣服 我眼睛一睁 猛然朝着那人的裆部踢去 宅闯哀悠一声 捂着当倒在地上 冷汗大磕大磕往下滴 他像是一条刚被淹了的大狗 不停地翻转着 嘴里的鬼叫就没停过 这时 门开了 进来的不是记者 而是爸妈带着保镖 冷着脸看向宅闯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 竟然还想QJ我们的女儿 不愧是人贩子的孩子 和他们一样裂根性 你这个烂人 我们绝不会放过你 没错 在出门前 我告诉过爸妈 我联系到了当年的人贩子儿子 我说宅闯好色 我要是约他去酒店 他一定会来的 原本爸妈不舍得 让我冒着风险去钓鱼 可是在我的恳求下 他们还是答应了 所以 他们一直守在酒店里头 赶上来不过三分钟 可宅闯这畜生速度太快了 差点真让他撕了衣服 这时 满脸兴奋的林洛月 带着一堆狗仔记者冲了进来 嘴里还大叫着 林氏集团大小姐16岁和男人偷情 这可是大新闻 你们可得好好报道 到时候我给你们 看到爸妈 他脸刷一下就白了 爸妈冷着脸审视他 你居然早就知道 你姐姐要被QJ 你还带着这么多记者过来大肆宣扬 你到底想干什么 被抓了个现行 林洛月根本没办法辩解 他干脆白眼一番 倒在地上装哮喘发作 念着多年感情 爸妈虽然生气 还是派人想送他去医院 我挡在了门口 泪水忍不住掉了出来 这次是真哭 爸妈 林洛月就是人贩子的女儿 你们看 这是我在他房间发现的金锁 和窄闯脖子上的一模一样 爸妈满脸震惊 结果我手里的金锁 又让保镖去窄闯脖子上查看 果然有个一模一样的 在爸妈的受益下 保镖使劲去拽金锁 窄闯不疼的痴啊乱叫 丝线的项链在他脖子上 勒出一条红痕 生生被扯断了 他疼得翻白眼 直接晕了过去 爸妈对比两个金锁 冷眸看向林洛月 我记得收养你的那天 你的确有个这样的金锁 这个畜生真的是你哥哥 你真是那对人贩子的女儿 即便林洛月现在破绽百出 他始终没放弃狡辩 爸妈 我那时候年纪小 根本就不记得爸妈是谁了 就算他真是我哥 我也记不住了 这都是巧合 我冷笑一声 打开手机 播放了一段录像 画面中 林洛月笑得得意又猖狂 良心不安 能当首富女儿 良心才值几个钱啊 凭什么你生下来是大小姐 我就得是人贩子的女儿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要有手段 我也能是大小姐 你挡了我的路 你就该死 至于你爸妈对我好不好 那关我什么事 是我逼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蠢 当年他们留不住你 以后他们也留不住所有的财产 连带着后面 他是如何让宅闯带走了我 两个人有何密谋 都清清楚楚 我妈拍着胸脯喘着气 红着脸倒在旁边的椅子上 我爸震怒无比 一巴掌甩在了林洛月的脸上 我们 我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 你这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害小小 就因为你的嫉妒 要害了我们女儿的一生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我爸又补了几脚 林洛月哭着 蜷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等我爸发泄的差不多了 林洛月笑喘也真的发作了 我才说到 爸妈 这么多年 林洛月一直在用你们的钱 养着那两个人贩子 不信的话 查一查他银行卡里 这么多年的流水就知道了 我妈也缓了过来 越想越气 赶过来打了林洛月一个耳光 我们绝不放过你 林洛月最后还是被送去了医院 而宅闯在医院 听说自己下半身废了 再也没用之后 当场崩溃后又晕了过去 在此期间 在我爸妈的威逼下 林洛月老实交代了 宅强两夫妻的下落 宅强夫妻俩被带到了公安局 我第一次见我爸妈 情绪失控到 差点给对面打成残废 我妈的高跟鞋 都剃断了两只 等宅强两个人 跟死狗一样 倒在地上喘气的时候 警察同志 这才揉了揉眼睛过来 不好意思 刚刚走神了 他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说你们两位 也注意注意哈 他们就算拒捕 你们热心帮忙 也不至于给人打成这样子 好了好了 都准备一下 过几天就要开庭了 宅强夫妻纷纷抬起头来 谁拒捕了 开庭那天 宅强一家三口 都被带来了法庭 在严丝密缝的证据链 和宅闯那一套 救出来的供词下 他们坐实了拐卖人口 虐待儿童的罪行 因为情节极其恶劣 作案次数较多 审判长的凝重的表情 似乎是准备下重手 法庭上 宅强夫妻俩哭了得昏天黑地 我们进去了 我们的儿子可怎么办啊 他才18岁啊 没了我们以后 怎么活啊 这话不仅给我爸妈 气了个半死 连审判长都忍不了了 我从未见过 有你们这种厚颜无耻之人 这会想到自己孩子了 之前拐卖别人孩子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别人的感受 你们这种人 怎么配拥有孩子 放在古代 就是诸九族都不为过 法律是有界限的 但天谴没有 你们这样黑心 无良无德的人 一定会遭受到报应 审判长最终判处 两人十年有期徒刑 永不减刑 他们在法庭上哭晕了过去 宅闯晃着两人的肩膀 哭得鼻涕泡泡都出来了 爸妈 你们进去了我怎么办啊 我一个人多可怜啊 我废了 没有女人愿意跟着我了 以后我永远孤身一人了 审判长冷眼看着他 宅闯 强奸未遂 情节恶劣至极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宅闯脸色发白 正正的看着前方空白 而我自然是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宅家三口都入了狱 剩下的林若月 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爸妈要放弃他的抚养权 但他毕竟还是个未成年人 至少也得抚养到18岁 爸妈这次真的对他失望透顶 他从医院回家之后 又被扇了几个耳光 拎着你的脏东西 给我滚 我们已经给你转了学 送去小小待过的 那个山区读书 我们跟你保证 你不会有一天好日子 林若月被爸妈推出了家门 他原本可以自动结束 爸妈的抚养义务 可他太贪心了 他选择去山区熬几年 但爸妈可没有跟他开玩笑 那边等待他的 都是我曾经经经历过的 他不是没想过报警反抗 可对方都是未成年人 他也没什么证据 扯了几年 他反倒挨了更多的打 受了更多的屈辱 他在那边给顾晨打电话 可我爸妈在第一次发现 顾晨对我下药的时候 已经放弃了对顾家所有的帮助 顾家人对顾晨严加看管 已经是自顾不暇 林若月好不容易把高中混完了 又买了18岁 爸妈光明正大 对他不管不顾 他甚至连一张 回到城市的车票都买不起 后来也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办法 求着一个中年大叔 带他回了城里 在门口跪了一天一夜苦苦哀求 回应他的是保镖的无情殴打 听说他想着要在大城市里找一份工作 毕竟高中一直被霸凌 根本没考上大学 可当初他陷害我的事情 早就在记者的报道下人尽皆知 爸妈也表明了态度 这样深沉阴暗 毫无廉耻道德的人 有良心爱惜羽毛的企业 不应该隐隐入室 首富都发话了 谁还敢不从 最后他倒在混乱中 嘿嘿嘿的笑着 我就是 就是林家小姐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我只觉得痛快 抢了人家的前半生 就该用痛苦的后半生去还 最后他兴奋极了 冲向窗台 我 是 大 小 姐 沉重的响声后 世界平静了 第二天 A是没什么不同 只是多了个发病裸奔 再到跳楼的疯子 其实一直到高三毕业 我的成绩也很一般 分数超了重本线两分 上不了什么好的大学 在爸妈的支持下 我选择了复读 那年高考成绩出来 我总算能选择一所不错的重本大学 同时 顾晨也因为低价买了一辆二手跑车 车子发生了故障 从悬崖掉了下去 喜事不断 老里的宅强夫妇竟然也死了 我问过爸妈原因 他们只是沉着脸 没有回答 我想 我不需要知道答案 我只需要知道 有些人不配活着 更不配拥有后代 后来宅闯被放了出来 也不知道在老里遭遇了什么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一塌糊涂 他住在桥下的洞里 每天在垃圾桶里犯食物 偶尔遇见脾气不好的人 还得挨上一顿毒打 至于我的那对养父母 还铿锵有力的活着 听说 在牢里被打了半死的他们 就算是半身不随被送去了 阿西优也活活挺了过来 多想活啊 那就多活一段时间吧 反正 等待他们的只有无尽的折磨 而我的病症早已经痊愈 爸妈将所有的愧疚 转化成爱和温暖赠予了我 我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再次回头 只是那段不堪的回忆时 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 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